接下来我们第二章我们要上的是电脑的硬体结构 因为我们要讲的系统程式其实是很低阶 它非常接近硬体的 所以所有的程式上都是在硬体上跑 而且跟CPU非常有关系 我们的系统程式基本上有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是在教你CPU可以执行什么东西 所以这里我们要先上一下硬体结构 为了上这个硬体结构 其实我自己设计了一颗CPU 这颗CPU可以在FPGA上面跑 所以指令级也都是用这颗CPU的 为什么要自己设计一颗不用现成的呢 因为商业的CPU都很复杂 都加了很多 为了要让它快 为了要让它强 为了让它更好的东西 但是就不简单了 所以为了简单 我们才用这样子一颗自己设计的来讲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完全知道它是怎么设计的 因为它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样子再讲起来会比较清楚 那CPU0这是我们所用的自己设计的处理器 然后它有自己的指令级 它的运作方式 它怎么执行程式 那当然只有看这种自己设计的CPU会觉得太过太过怎么讲 就是好像锁定在一个 那又不是商业性的 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个商业性的CPU 就是各位现在的电脑所用的CPU IA32处理器 那现在有一些是IA64的 64会员 那电脑进步就是很快 所以它从一代一代下来 你会发现 其实没有人搞得懂 现在商业处理器的到底有几个指令 然后每个指令是做什么的 其实光是要做这件事就很困难 那我记得其实像IA就是Intel的处理器 现在已经不止256个指令了 已经超过1000个指令 所以那是很复杂 那CPU0处理器比较简单 它是32位元的 虽然它很简单 但是它还是32位元 那为什么用32位元 因为用32位元比较多位元可以用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让我设计的更简单 那它的设计主要是教学考量 所以主要是简单容易理解 所以不考虑成本速度 意思就是说它会很慢 它绝对不快 那它做起来可能很贵 因为不考虑成本 所以这个不管它 因为我们学校的部分 其实商业的一些复杂性 我们先排除 那CPU0的架构就很典型 你看到这个图你会发现 如果你看过逢扭慢架构 大概也就差不多长这个样子 一颗CPU里面 这就是整个CPU CPU里面有算术逻辑单元 有控制单元 其实控制单元是整个CPU最复杂的一部分 那再来就是暂存器单元 暂存器单元 它的暂存器编码是从0编到15 就是R0一直到R15 R是指Regist 暂存器 R0 R1 那有一个特性是R0永远都是0 因为在指令级里面 0是常常用的东西 我们干脆就给它一个暂存器固定 那R1到R11呢 是通用暂存器 就是你可以用来储存任何值 那R12以上都有特殊用途 所以这些不要乱用 R12以上 像R12是状态暂存器 R13是堆叠暂存器 R14是连结暂存器 R15是层次技术器 那PC 那最后有一个不可存取的暂存器 就是CPU里面 它自己要运作的时候用的叫IR 指令暂存器 好 这些是暂存器单元 那另外还有输出入单元 里面也有两个暂存器 这也是不可存取的 一个是MAR 这个是位置线暂存器 一个是MDR 是资料线暂存器 那位置线暂存器呢 会接出去 那你如果看过CPU 你会发现CPU的接角很多 那那些接角就是用来 要么就是位置线 要么就是资料线 那你现在看到的CPU 像Intel的下面都满满的都是帧 所以从前 有人说如果那个 被老婆处罚的话呢 就是回家要跪主机板 那其实贵主机板不是最残忍的 贵CPU才是最残忍的 OK 那所以呢 你看到这样子的CPU结构 那我们就知道说 OK CPU其实就是LU 算数逻辑单元 加上暂存器 加上控制单元 再加上一条线 一排线 把它接起来 这就是CPU了 那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的CPU的LU 就是算数逻辑单元 各位有学过数位逻辑吗 数位逻辑里面 你们一定有学过二补数的概念 OK 二补数就不是把它0变1变0之后 再加上1就变二补数了 OK 用二补数的方式做整数的加法和减法运算 有很好的特性 所以我们的CPU0也是用二补数的 OK 也就是说它负数是用二补数的方式代表的 好 那 LU呢 可以有加减 那乘除是可以有可以没有的 所以可以附加 那逻辑运算像 AndAll So 还有Eway 这些都是CPU0的LU可以做的 那LU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一台电脑里面的核心是CPU CPU里面的核心 就是LU 因为它可以算 真正CPU里面可以算东西的是LU 剩下的就是暂存器和控制单元在做的 那控制单元其实是整颗CPU里面最复杂 最复杂 你学到的 往往数位逻辑学到 或许你还可以做出一个LU 至少你可能可以做出一个加法器 你有了半加器 全加器 全加器呢 用32个把它串在一起 就可以变成一个32位元加法器 OK 有了32位元加法器 因为用二补数的 那就只要再加上一个补数电路 补数电路很简单 就用一个SOR去做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一个加减器 那一个加减器就可以说是一个LU了 只是它没有乘除而已 那再加上逻辑运算 那如果你再加上逻辑运算和乘除 那就是一个LU 那但是这种LU都是很自适的 就是说它的设计大家几乎都差不多 但是呢控制单元就不一样 控制单元是每一颗CPU都非常不一样 那控制单元其实是根据整个CPU的 如果LU叫大脑的话 那它就是神经 那就是它的神经网路 然后来决定哪些资料从哪里流到哪里 这是控制单元的功能 那各位在学数位逻辑的时候 是不是有学过解码器和多工器 有吗 多工器有没有 多工器就是 比如说我可以从四条里面选出 我哪一条要通 OK 那种东西叫多工器 好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用来组成控制单元的东西 多工器以及码器就是用来组成控制单元的东西 那但是现在的控制单元 其实到最后都是写程式写出来的 而不是真的用多工器再去组 就真的写程式 然后电脑自动帮我排电路排出去 就做完了 那当然这是FPGA的状况 如果今天是开晶元 就是你要开一个像Intel这样的CPU 真的去上线 真的去经验厂烧的话 你后面还有很多程序 那些程序要嘛 就是你要降低散热啊 然后提高效能啊 然后确定你的CPU是正确的啊 有时候 如果你不小心那个硬体 CPU你设计错一点点 那完蛋了 设计错一点点会让你破产 因为而且会让一家公司整个破产 所以即使Intel他们开模 他们也要做千锤百链的测试 但是即使这样哦 我记得不知道哪一年 大概五六年前还是七八年前忘记了 Intel曾经出了一版 那一版的浮点处理器有问题 后来它全面回收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新闻 全面回收哦 哇那它已经量产了几千万颗的CPU 全面回收 它要赔多少钱 不得了 所以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 硬体其实最困难的是正确性 那个要怎么确保 写程式写错了 出去的时候 我还可以用那个自动重新安装软体 帮你做patch CPU设计错了 你怎么用自动软体帮它做patch 没办法 好那CPU0的暂存器呢 R0还有R1到R15 那其实就是R0到R15 那R12是状态暂存器 13是堆叠暂存器 14是连结暂存器 15是程式技术器 好那这是电脑的基本结构 一个电脑就是CPU 加汇流排 加记忆体 加输入 加输出 那这个就是缝流慢架构 那所以CPU就是处理器 记忆体 汇流排 输入输出 这是电脑的五大组成 好那缝流慢架构 其实大概就长这样 只是这个暂存器不一定 可能是别某些特殊名称 那记忆体就一般的记忆体 插上去 经过汇流排 然后呢 控制 输出入控制器 会控制输出和输入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堂课再来继续 谢谢